大家好,我是John Miel 身處於大埔南山,即是鳳源的入口位置 今天我們又在這裡出發 走過去皇后山新村那邊的方向 全程十公里左右 一條我覺得是行山之中夾襲很多跑步的路線 在這裡介紹路線給大家之餘 也都介紹一個活動給大家 車站又好引擎聲吵吵地 一邊一邊說 可以搭小巴來到這個位置 沿著村旁邊這條路上山 如果像我這樣在大埔不近這個小巴站的話 可以搭往大尾督的巴士75k 去到余閣站下車走進來 我想大概是六七八米左右 就來到剛才的位置了 樹蔭指數高不高呢? 這段路一半半左右 沿著南山這個屋苑 旁邊大概是這條小径 石屎路來的 百多米都距離 就會見到我們入山位置 入山位置之後 大概是七八多米左右的山径道路 就會接回另一條的石屎路 沙羅洞路 來到這個位置 看到一個鳳原蝴蝶保育區 在這裡上去 天氣嚴熱 行山的時間 如果想在熱的天氣動動下 選擇一條正確的路線都很重要 所以盡量避免大山 除非你操練沒得好說 如果不是這裡 水沙羅洞村九龍坑山 盡量減高樹蔭和不上高山大頂的位置 都會合適一點 這條路 某程度上都達到這個要求 起步的位置 附近有些去蝴蝶園波區的分支位 不用理會 沿著沙羅洞村的方向走 剛才說了 除了介紹路線之外 今天就介紹一個活動給大家 一路走一路慢慢聊天 這個活動是什麼呢? 我穿著這件衣服就是 RUN FOR GREEN 跑步去綠色 為了綠色而跑步 是什麼活動呢? 大概是這樣的 大概是這樣的 之前已經有一條樓梯級 出現在我們面前 一路上一路說 那好啦 這一樓走這幾百米的樓梯級 吹吹吹吹 走斜路 講到話 一個心閉練習 其實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近這兩、兩、兩、月 迪到YASMI保險的贊助 可以讓我在短片裡 介紹多些路線給大家 如果要保持一個禮拜 推出三條影片 其實沒有贊助是很難做得到的 但是行山的保險 也是補助行山的範圍 提外話 之前有朋友問過 YASMI保險 要到山裡面才啟動得到 有時候會忘記 改善了 給了他們意見 真的做了事 現在就算在山以外 只要你啟動了之後 你未入山境之前是不會計 入到山後就開始啟動 數個六個小時 也有朋友問過我 平時跑步的路線不行 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保障不了 如果想賣保障的人 就希望多些 剛剛YASMI保險 就多了另一個選擇 就是一個for run 即是跑步的保險 當你說到扯一扯黑氣的時間 又是來個前網鏡頭 給大家看看 剛才我說的這條 的選擇指數 50-50度 這些就是更曬的路段 不過 馬路就會好一點 好 回一回繼續說 雖然天氣是熱 現在大概是32度 32.8度 最高今天是34度 但是上來山路偶爾有點風 都舒服的 慢慢走 也是一種鍛鍊 今天才說到 多了新的產品 叫做for run 跑步保險 其實做運動 有關注這方面的資訊 也都知道 YAS是很專注做運動的保險 有踩車 又有行山 最近出了跑步 有什麼分別呢 我想說什麼分別 先介紹我這個活動 當你看到先任務業的時間 這700-800米的山徑距離 我忘記叫做大埔徑 還是鳳園徑 差不多完結了 之後接回馬路 當你看到這個左轉的告示牌 接回石屎馬路 這段先任務業的路段 其實是100米不夠的 不過上路其實好像很漫長 接回馬路 開始平衡一點 大概用了15分鐘的時間 來到這條石屎路 沙羅洞路 直走前一點 有個十字路口 那裡是這一段的最高點 之後就明明向下走 由這裏去到沙羅洞的帳屋 這個標示性的位置 大概是1.1公里 去到十字路口 就開始向下走 舒服很多了 游樓梯級 轉了之後 大概走了 分兩分鐘 回起之後 繼續聊聊天 這個回起的時段 其實值得自己去記錄一下 回起時間越短 就是你的心理功能越高 OK 講一下兩個保險的分別 簡單來說 行山的 是算次數和時間 正價來算是75元 每次六個小時 而FORUN的保險 是斷里數計的 正價是50元 500公里 50元 500公里 其實真是很划算 我剛才算一下 心算不太好 說一毛錢 一公里 我想是否有計錯 應該沒有計錯 當然保障的情況是有些不同 簡單來說 行山的 如果山上真的有意外 而到死亡 是有一個金額的賠償 跑步是沒有的 不同的保費 有不同的保障 是很合理的 告訴你很便宜的 價錢 什麼都包你都不敢買 來到十字路口 瞄瞄一下 是啊 剛剛如見師兄叫車 下面很涼 現在已經很涼 左邊 這裡是上九龍 限上一條爛路 前面有條二路 右手邊上尖子山 曾經我在這裡 走過兩轉山 也都高迷路指數的路段 好了 個人的十字路口之後 開始落斜 舒服很多了 說說兩個保障 是不同的場景 來的 出發之前 看看你自己需要些什麼 那為什麼要考慮一下 出發之前選什麼 因為呢 就沒有兩個都選了 你不能想著 其實都很便宜很划算 有時如果用了 折扣優惠QR Code 那想著很划算 兩個都啟動了 是沒有的 你只可以出發之前 選擇其中一個保障 我選擇那些條文 和配合我自己的考慮 如果我是上山為主的路線 或者去中間會有些道路 山越山越過馬路 我都會選擇行山 因為那個保障度是高一點 這是事實來的 如果你本身純粹跑步的話 而當中可能是涉及一些小山徑 那我就會選擇跑步 那因為其實那些路段出現 我的機會都相對低一點 還有跑步的保障範圍 又闊一點 就是在路面的時間 那這個自己就要考慮一下 那好了 講完兩個保險的分別之後 講回這個活動 Run for Green 那其實是什麼呢 我猜主要都是因為有一個保險產品 推出來了 那要做一些宣傳的活動 那就有這個比賽 或者跑步活動產生了 但Anyway 前提是什麼都不要緊 過意的意思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是跑步 儲理數 去換取一些減碳的動作 那這個我是 即是我個人 即我都很講求環保 大家看了一片都知道 是覺得是幾值得去推動一個活動來的 所以就要參與了 講到參與之前看得很低 因為這個分岔路口 右手邊有一個 不多起眼的工廁 不要直去我們 左手邊微微向下走 好了 看到剛剛那兩個黃色牌 我們已經過了上九龍坑山的路口 原本想瞄準給大家聽 但Anyway不要緊 在我們左手邊 之前也介紹過 好了 那現在沿著這條泥沙碎石路 一走到張屋的位置 就轉右 講回那個活動 簡單來說 可以個人參加 可以組隊參加 來到這個位置 多了一些指示清晰的指示牌 右手邊是六平原 好像挖頭路來的 左手邊張屋平山仔 和學斗 左手邊方向 那好吧 講完那個兩個保障分別 就是講回那個活動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跑步儲理數的活動 而主辦單位 就會將大家儲理數 以相同的數值 去購買一些碳底燒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不詳細的描述 大概是換一些碳排放的 比例 有興趣了 進去官網看資料 你跑多少 它就對換多少 這個就是我覺得 有意義的重點 而第二個有意義的重點 就是你可以選擇個人玩 又或者一班朋友組隊玩 可以四個人 可以選擇換的距離 50K 500K 1000K 在這個時限裏面 大概一個月 不知道有沒有鬆一點 大概上一時間 看看這個列表給大家的資料 大家去處理數 在過程裏面 又會見到一些排行榜 這些是排友之間 一個互相聯義的幾好平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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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處處古蹟的沙羅洞 這個位置就經常被人說 會發展會改變的 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我經常有這樣的心態 就是來一次就看一次 之後來又可能不同了 這樣的心情 來經過這個位置 來到張宅基道 裡面應該有些汽水 豆腐包賣一下 有需要就可以做一些補給 沒有需要的話 沿著右手邊 這裡有個牌寫著學鬥 還有平山仔的方向 我們沿著這邊走 來到沙羅洞 就是一些相對平溫 微微向下走的路段 在田園間之中穿插 去的方向就是這個 董豆水塘 那你說這裡是不是高樹蔭指數 告訴你 是也是騙你的 不過因為你始終不是在一個高山上面 而是在一個窩了來的山谷 360度 大家看到周圍都有一些 400米海拔高的山圍著你 還有很多花花草草 其實是蠻好風的 怕曬的 這裏又夠闊落 可以擔到這裏 來到這個位置 大家很清楚看到左邊是學鬥水塘 還有一個很殘舊的 很有歷史意義 左邊是沙頭角 右邊是平山仔的路牌 我們明明可以學鬥水塘 但是我們是走右手邊 平山寨的方向 為什麼呢 原因是這樣的 第一 我就加入了這個 RUN FOR GREEN的活動 那我要儲理數 當然越長越好 第二 這裏也是一條比賽的路線 之後遲少有個比賽 在這裏經過 那我會順便試一試一下 看一條路有沒有走 在不在 那這兩個是我選擇這邊的目的 如果你要簡單一點 其實指示那邊也很清晰 遠著那邊走就OK 但是你剛才爬了這麼長的斜路 來到這個主要探陽風山勢的路段 當然是走足一點 再說這個路段 是高樹蔭指數 還有一些流水山 但是走得舒服的 沒有錯過這一邊的路段 好 拍一下這裏 訪問一下先 由這個沙羅洞 經這個平山寨蓋鶴 這段路 大概的路段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平溫 有些修緝過 但是又有些原始風味的石級 好像又會進入一些 物質的路段 不算是曬足全程的 舒服的路段來的 為什麼突然停下了呢 因為這浸浸很好風 雖然大家感受不到 但我想描述給大家聽 這些剛剛在山雨山之間的涼風 有沒有太陽曬著呢 是涼冷氣都沒那麼舒服 真心說涼冷氣都沒那麼舒服 這些風是非常之正的 當我一遇到這些風的時間 我就會放我的腳步 停下 吹一陣 真是非常之正的 這些風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天熱行山 就是未至於大家描述得那麼恐怖 當然 也有基本體能才可以的 如果不是上來 中暑也沒有這樣大件事 對吧 基本體能 都是要慢慢累積鍛鍊回來的 你嚇嚇著它 那又怎會可以面對得到它呢 對吧 好啦 在這麼高樹蔭指數的路段 吹一涼風又聊聊聊聊 說回比賽 這個One for Green的活動 其實已經開始了 剛剛今天第一開始 但是不好意思 過了 我打算早一點 開頭去介紹給大家 但真的抽不到時間 今天第一天開始 大家看到這條影片的時間 應該載不到組料價錢 不過不要緊 不是差很多 還有它這個活動的費用 是有保險的保障包含裡面 即是那五十元的五百公里的保障 再加上你跑了的理數 它是會跟你去做一些 炭底消的動作 只要你肯跑的話 其實是 我再加上那些sofundia 而你又如果是一個環保人士 或者熱愛有這個心 應該都沒得輸的 除了三個距離 即是五十、五百和一千之外 有分個人和組隊 組隊好像是四人一隊 為什麼好似呢 因為我對組英雄選一個人 當我知道一個活動的時候 深月內潮就立刻去報 趁有時間拍不記得 過程又沒有去 要聯繫朋友要花時間 沒有什麼所謂的反應都是玩 我個人組去報名 可以四人一起報一隊 那都是同一個目標 儲利數而已 應該是儲到沒有金額 沒有一個距離 那就應該有些sofundia 但我自己來 依然就沒有客氣去研究它 因為都不會是贏出那個 因為跑步人實在太瘋癲了 即是我的理數 大家雖然有時候覺得 嘩這麼多 但其實是很少 是沒有辦法可以 拿到獎的門檻 如果大家有興趣挑戰獎品 就在這條連繫研究一下 好 起步之前說過的流水山間出現 是不是很翠綠呢 好啦 當你看到這條微微上斜的石階 看回右邊開陽 右邊的炸山就是屏風山 再數過去 左邊的一點就是白煙南 南山那邊的方向 不用怕 全部都是不用上去的 在這裡看到就可以了 我們完成山徑 之後應該是微微向左邊轉 好 來到這個分岔路口 分岔路口很重要 因為上八仙嶺就是這個位置 可以在這裡 透過...不是透過 經過屏風山望嶺 上八仙嶺 很清楚 我們在鶴斗方向 不過剛才經常說的鶴斗水塘 實質上描述清楚一點 我們不下水塘那邊 為什麼不下鶴斗水塘那邊呢? 眾所周知 我經常在影片中說 這個是低似B值的水塘 你沒什麼看的 那我就會反而沿著後面的山徑 大概是... 由剛才開始計算到1.4公里的距離 就跨過了水塘的背面 一些山徑 就過去流水響那邊的方向 途中我們會經過一段石咬山 旁邊的環山徑 一段遺憶順 然後再過去流水響水塘那邊 那段山徑 相對於現在正在走的路來計 是會高一點點難度的 如果不想走一些難度 高一點的山徑 其實遠駐 河斗水塘的馬路 那條我忘記是河斗路還是流水響路 應該是河斗路 出回流水響水塘的方向 都可以 不上山都可以的 去到鶴斗水塘的路口給大家看看 來到這個重要分岔路口 怎麼重要呢 重要之處就是 兩邊寫著有個加樂徑的牌 剛剛我們來到這裡 這個方向是去這個法仙嶺 來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左手邊轉 右手邊轉是去這個 鶴斗水塘的 剛才我所說 我們沿著左邊走 剛才我所說 如果不走這條比較難些的山徑 沿著左手邊河斗路 一樣可以去到流水響水塘的 我就走這邊 如果大家行山教的朋友 或者你一隊人來到這個時間 有些想走輕鬆一點的 走著左手邊的鶴斗路 直出回到鶴斗燒烤場 是會再重遇的 重遇的位置是哪個位呢 到時再拍給大家 沿著這段路 右手邊會聽到流水聲 其實這一段就是這個 鶴斗水塘的上游路段 在離線地圖 你會看到顯示 這裡叫拋珠坑 好了 一直走到這個位置 會看到分岔路 右手邊寫著路不通行 不要沿著下去 這裡是水塘邊的位置 我們沿著加樂徑直走 一路慢跑著加樂徑 描述一下 今天我們整條路線都是沿著大路走的 所有大路口 分之路口才有拍給大家 如果大家走的時間 偶爾會看到小路小徑的分之路口 一定是選大路 不要選小徑 如果不是就走錯了 這段的加樂徑 我覺得非常棒 每次來到都這樣說 高樹蔭和環境又漂亮 小橋流水 看看小橋的左手邊 有隱世小瀑布 過了隱隱小瀑布之後 沿著走到這個位置 很明顯的分岔路 加樂徑轉右手邊 左邊的沙落洞 也可以的 沿路回程 沿著走 大概是一公里都距離 我們去河鬥方向 剛才記不記得有條路 有個位置 近一點去河鬥 就是這個位置出回來了 好了 轉右之後 一直我們會聽見 右手邊的流水聲 其實都是同一條山間 剛剛我們一條山間 在我們的左手邊 現在就在右手邊 簡單來說 我們現在就在水塘邊的方向 那是甚麼水塘呢 就是河鬥水塘 好了 環過這條石橋 這條山間之後 很快就會接到這個河鬥水塘 來到這個位置 還要分岔路 我們轉左手邊 直去是加樂徑 如果在這個位置 覺得走完這段 正已經夠了 看看 右手邊是河鬥水塘 可以直去 接到左手邊的河鬥道 好 出發學到BBQ場 會回到我們一間之後的路線 而我們就會選擇沿著這個 的樓梯級上 這裡是衛奕順境 我們會逆走一段 經石咬山的山景 再下去 流水響水塘 那麼 又上山又下山 那麼 但是就可以被改 也不用走一條馬路 這段路去回這個流水響水塘 大概是兩公里左右 前半段是衛順境 後半段就離開衛順境 先上後下 最高位是278公里 不需要上頂的 好 這段路又不斷修緝當中 這類的修緝路 我是很欣賞的 就是來人工化得來 保留些少少原始山徑的地碼 用一些原始的材料 看到嗎 原始的材料就放在這裡 條路就是起到這樣 好走啊 一路走一路 補充路線資料 講了兩公里 比較鬆一點的距離 這段路 攀星270公里 但實際上不是那麼高 因為剛才起步點 好像是120公里 好像有沒有記錯 那你說 相對來說 攀星幅度不是太高 但起碼來說 沒有那麼悶 走這個學道路出去 距離我忘記了 但是一定超過兩公里 沿著石仙馬路走 是挺悶的 現在雖然上斜 但是高樹蔭 那你沿著山 只是想走一下 我就會選擇這些路段 好了 看到W111的牌 即是告訴你 大概有200米左右 就到石咬山的路口位置 不過是不用上去的 好 來到石咬山的分支路口 在這個位置上 其實這裡上去 不太遠距離 10米8米的高度距離 高度 即是海拔 就到 旁邊還有一些山勁 隱遞山勁 到這個學舊水塘 我們沿著 惠奕順敬的大路走 目標是先過了110的牌 而去到剛才的分岔路口 其實應該叫做 開心位 今天整個行程最高的位置 之後大概會有1.5公里的距離 就去樓上水塘 向下走為主 好了 看到110的牌 大概還有二三百米左右 離開惠奕順敬 好了 上一小段的樓梯級 來到這個T字路口 直去惠順敬 清楚的指示牌 一公里去樓上水塘 我們沿著這裡轉 一公里 轉了不久 幾十米距離 會看到C2202的牌 22即是 樓上交流境 直去樓上水塘 好了 沿著剛才的路口位置 離開惠順敬 右轉之後 大概一公里距離 看看整個樓上水塘 好 看到門框的位置 來到樓上水塘 這個門框是樓上交流境的牌 順走的 來個回望鏡頭給大家 等等 OK 上樓上 是不是 來到這裡 如果我們轉左手邊 直去樓上水塘 拍這個 紅色落雨蟲的位置 就是這邊 或者過龍山 我們今天這條路線 轉右手邊 走過皇后村 轉右手邊 不久會看到公尺 其實這個方向 也是流水 口水塘 入口方向 我們沿著這個位置 出去 大概六七八米 就會接回這個 河鬥路 即是說 如果 舉個例子 對朋友 有些想上山 有些不想上山 有些想沿著河鬥路 馬路出來的 我們就會在這個位置 回合 其實如果要走 可以在那裡 等小巴走 不過缺點是 假日時間 很難等車 而且 現在多了選擇 走到皇后村 其實都不太遠 所以 今天我這條路線 打算和大家走 過去皇后村 給大家多了選擇 以後來到這裡的時間 可以走那邊坐車 其實之前很多朋友提過 我可以去那邊 那我都沒有在畫面出現過 OK 今天就和大家走一走 到那邊 皇后村 其實現在是很煩 嚴格來說 不可以算是 粉嶺一個屋邨 來的 他早日那裡 是一個社區 等於當年的馬鞍山 大家覺得是沙庭的一部分 其實是獨立一個區 補充多兩句 可能人們會想 你又說來學到水塘 又說來流水在水塘 影都沒有影響水塘的近觀 OK 我只可以這樣說 我介紹這條路線給大家 去經過那個位置 因為我主要想跑 想走為主 那些地方 我都去過很多次 其實如果大家未去流水塘 或者來到這裡 我覺得是想進去水塘 可能應該剛才轉左手邊 進去打個圈 再出來就OK 而這個水塘 其實我都去過很多次 發覺那條片 免得太重複了 逛街街王后村的時間 描述一下 這個樹蔘指數 究竟有多高 我忘記剛才有沒有 大概比過百分比 來到這裡 雖然這裡走過 但再在眼前 迷回自己 我相信大概都有 70%是有樹蔘的路段 愈下來了30% 就是這些 接駁路段 例如一開始 上這個沙羅洞路 那一段的山景 是曬少許的 那麼這些位置 就沒有辦法 但是都算是蠻好風的 那麼出發前 選對的天氣 就是曬下來 都要有些風的日子 會比較好 好 沿途拋了很多巴士公司的指示牌 去旺角又有 去深水波又有 過海我記得都有 好 來到回旋處的位置 如果剛好有小巴 而你又對這個王后村 乘車沒什麼興趣 在這個位置 上車就可以了 OK 而我們就會沿著這個 沒有記載流水 在那裡 下去布格仔村那邊的方向 再去王后村 大概是3公里 流水在那裡 一路沿著流水 響到下來 看見右邊 出現鐵皮屋 大概600米距離 再新的頭看一看 左手邊有條路 有個涼亭 這個位置寫著布格仔 我們沿著這裡 轉進去 我上次讀錯了 格布仔 又被人笑 這裡其實也有很多 倉庫 那些東西 一路沿著這條布格仔路 回想一下 剛才我講過的事情 這段路哪有3公里距離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再看我滑了路線 我剛才想過往王后山的印度廟 因為之前經過過 看見都好像還能夠去到 但是 現在天氣這麼熱 而且時間有點趕快 沒什麼搞到這麼晚 所以就不過王后村 有機會 或者再跟經理人過 拍照一下 今天我用個最簡單的路 走回王后村 為什麼我會不想努力了 關機器之後 看看天文台的天氣溫度 三十五度,瘋了 走就沒有東西,走到家裡跑就跑不動,太熱了 看到涼亭不要直開,看到中紀士多有需要補給 我們在這裡右邊看見很多樓的地方 在這裡穿出去,就是皇后村 要去廁所的,有廁所 要找車出市區,在這裡告訴你 觀塘那邊又有,旺角那邊又有,東西都去到 轉回來會看到回旋處,給個回望鏡頭 剛剛這個位置穿出來 這個位置有巴士掘頭,前小小已經看到巴士站 還有一個小巴站 來到皇后村做個總結,很多工程做,有少許吵 前面就是巴士站,看到有車就馬上跳上去 鏡頭一轉,我已經由皇后村回到大埔區的位置 非常方便,看到前面的巴士,馬上跳上去 一落車之後又到這個,離鐵閘 然後又跳上去,很快就來到大埔區 講回剛才的小總結 環保,忘記說到哪裡了 我想是說,每個人都盡一分力 不要因為自己以為能力小而不為 我覺得態度不太對 無論是推廣那方面也好 或者負珠散行那方面也好 你不做的話,就越來越變化得快了 你看這麼熱的天氣,盡一分力 主要這個活動呢 一個推廣環保的活動是有意義的 跑步儲理數也是一件值得推廣的事 之前有朋友問過我 隊長可不可以分享一些 強化心肺的心得,一起跑一下步 真人真事 你可能在鏡頭前面看 我對他說,這些不是跑一次步就OK 是你日積月來儲回來 如果你要一起跑步聊天的 首先你自己動一下 定了每個星期動一下跑步 而這些活動的好處就是 可以幫助你有些推動力 儲回理數 儲一下,心肺功能就強了 再說一下這個活動 是怎樣去記錄你那個理數 其實都是透過他們的保險局的apps 因為你參與之後 就有一個保障去送給你 當你啟動的時間 它就會幫你攀充那條數 是靠你運動的保險 就像剛才那樣 我又有山路,又有路跑 那你想要什麼保障 如果純粹是上火這個活動的紀錄 那你啟動運動的保險計劃 就會和你有一個紀錄在那裡 坦白說,如果你要跑步儲理數 應該就不會選擇上山 上山很難儲理數 去到最後還是那句 難又拍下,易又拍下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條短片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是很重要的 OK 分享到這裡為止 下條片再見 拜拜